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机之所以称为神机 就是人的理性没法测透的 但是我们要讲呢 不是要把它测透 我们只是从神机看看 耶稣行神机的时候 有些什么法则 我们在旧约里边也读到过嘛 神做事 他不仅有作为 而且有法则 很多的神的百姓 看见的全是作为 但是却不懂得神做事的法则 在大爱篇 大恩篇 大真篇 这三篇中呢 我们看到了耶稣超然的爱 恩典真理 这三样东西 集中在一个木匠的儿子身上 这本身就是一个神机 那么接下来 我们如果再加上能力 他就更完整了 有恩典 有真理 有能力 就我们常常说的 上帝是什么 全善 全知 全能 耶稣就是 在我们的信仰当中 一定的包含着超然的能力 弟兄姐妹 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曾几何时 这个信仰慢慢变成了一套理论 变成了一套学说 变成了一套教义 变成了一套组织 但是哪里知道 信仰最最要命的一点 就是说 他有超然的能力 他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 那要你这个信仰干嘛呢 要理论 人家哲学家们的理论 比我们更严密的多 要组织 那党的组织 比我们严密的多 要影响力 诺贝尔文学奖 什么奥斯卡奖 都比我们影响大得多 但是我们有超然的能力 信仰就在于有一位超然的神 神之为神 他原本就是超然的 信仰 如果你不能领受上帝 超然的能力的话 不管你有多么高妙的理论 或者培养你多么高超的 那个德行 那都不叫信仰 信仰必须有超然的东西 如果没有超然的能力相伴随 不管你德行再好 理论再深 也不能不失去 立足于人间 影响世界的能力 最后沦落成一种 僵化的封闭的一种宗教 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 耶稣说信的人 必有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这句话说得很肯定 必有 信的人必有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不是说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你有他没有 他说所有信的人都会有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啊 那你不能说 信仰就是这个样子 乃是你是这个样子 信仰不是这个样子 信仰是耶稣说的 神迹其事必然随着他们 那说得非常清楚的事情 现在慢慢的把这个东西给剃除掉了 我们分享一下啊 能力是指什么 神的能力是指什么 难道仅仅就是说 让瞎子看见 哑巴说话 贪子行走 这些事吗 其实不是 我们用一个更大的视觉 眼光来看神的能力 包括两种 其实神的能力 有天然能力 与超然能力 天然的能力当中呢 有两种 一种是在宇宙中 它表现为自然力 这么大个宇宙 日月星辰 各行其道 和谐深奥 你说这是不是神的能力 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公式 一等于IMC的金方 那个公式就告诉我们 整个大自然全是能力 这种自然能力是属于神的 还有一种呢 在人类当中 它表现为一种智慧的能力 就是我们人头脑中的智慧 是天然的 天生的 叫天赋 天资 是哪里来的 也是神的 是上帝的能力 在人身上的一种延伸 因为当年神造人的时候说 要按照他的形象 按照他的样式造人 这个他的形象 他的样式是什么 不是外表 因为神没有外表 神是无形无相的 这个大家我们都知道 但是你无形无相 怎么还按照你的形象呢 什么意思 就是他身上的品格 其中有一个就是 是智慧 你看我们人类从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科学时代 到现在的叫什么时代 信息时代 是吧 然后科学上从地质学 生物学 化学 物理学 到人工智能 人用上帝所赋予他的智慧 步上帝的后尘 要一步步按照人的形象和样式造物 当年上帝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人 对吧 我们现在是人要按照我们人的形象造物 造AI 造智慧人 要造的跟我们一样有智慧 那我们就成了神了嘛 赫拉利写了一本书 人类简史 他就谈到我们人要成为神了 下一个时代就是人成为神的时代 什么标志呢 什么证据呢 标志和证据就是我们可以像神一样造我们的复制品 造类似我们的机器人 这两种天然能力 一个是自然能力 一个是智慧能力 都是来自上帝 这个不需要证明 但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大能篇要讲的不是这个能力 我们要讲的是超然能力 比这更厉害 这个超然能力也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种是超然的创造能力 一种是超智慧的神机能力 这两种超然能力我们都理解不了 先看创造能力 创造能力是上帝的命令 让宇宙从无到有 这是创造 这件事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所有的自然能力 智慧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大爆炸是怎么发生的 大爆炸之前的宇宙存在不存在 它如果存在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科学理性无法探索 神机能力呢 就是圣灵随己异行事 它发生了 你看见了 你却不明白 这叫神机 比方说瞎子看见 瘫子行走 死人复活 拉撒路 出来 这都是神机 在耶稣身上大量发生的 在耶稣身上大量发生的 而且后来保罗 彼得 而且两千年的圣徒当中 也有很多这样的神机 其实我不知道在中国 在中国神机其实多一些 是吧 然后三十年前比现在要多得多 我原来去中国拍十字架的时候 那时候农村 就河南安徽那边 到处都是神机 教会里 现在神机越来越少了 是吧 越来越少了 不是神行神机少了 是人的信心小了 在所有的神机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法则 信 耶稣每次行神机都问你 信吗 什么地方有信 什么地方就有神机 什么地方没有信 什么地方就没有神机 谁信心大 谁就看得见神机 那么信仰是什么呢 信仰是天然能力 跟超然能力的合一 信仰是两种能力合在一起 你千万不要光说 这个超然的能力 才是神的能力 只有神机其事 才是神的能力 不是的 我告诉你 你吃药打针做手术 也是神的能力 明白这意思了 因为吃药打针做手术 这也是人的智慧的结晶 智慧是哪里来的 上帝的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不要走这个极端 但是那些不信的人 他走另一个极端 只有自然能力是神的 超自然能力是不存在的 是不是另一个极端呢 宇宙 说宇宙那是神的能力 我承认 说我们人身上的奇妙 包括智慧 也是神的能力 他也承认 但是你说 超智慧的能力 他就不承认 超宇宙超自然的能力 他就不承认 那是另一个极端 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看法 就是不管什么能力 自然的和超然的 这个创造的 或者是养育的 或者是神迹的能力 你理解的 你不理解的能力 都是神的能力 因为除了神以外 没有能力的源头 爱因斯坦说的 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看到宇宙如此深奥和谐 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 爱因斯坦给我们一个榜样 他不是基督徒 他也自称是无神论者 可是他却把自然能力 跟超自然能力 联想到一起 你看他说 看见宇宙这么和谐 我就会想到 背后有一个上帝 所以真正的信仰 是天然跟超然的合一 是理性和超理性的合一 为什么呢 这个很要紧 一方面 如果你信仰 不包含着自然能力 不包含着人的智慧的能力 不能跟现实相呼应 不能被理性所把握的话 这个信仰 就不能成为一种实在的信仰 就变成了一种 虚幻的那种东西 跟现实不交集 另一方面 如果信仰不包含着超现实 超理性的能力 不留给上帝凭空创造 和随意挥洒的空间 他也失去了信仰 在人间立足的意义 说你光用理性去把握 那不行 你还必须承认 你有把握不了的东西 而你把握不了的这个领域 是上帝可以随意挥洒 好 这是我也讲的第一堂课 第一堂是个序言 隐言似的了 所以就很简要地跟大家讲 主啊我神 我每逢居目观看 你手所找 一切奇妙的狗 看见星宿 又听到隆隆泪声 你的大能 变满了宇宙中 我灵个场 灵魂灾美救助我身 你真伟大 何等伟大 我灵个场 灵魂救助我身 你真偉大 我真偉大